半导体倒地 超级航运舟要来了 空军来袭 油价疯涨 铜镊飙高 通膨危机 全球股市面临全面重挫 美股更是连日大跌 台股当然跟着美股一同跌入绿色地带 还写下六大崩跌记录 台积电跌破600元大关 外资一路卖爽爽 投资人的粮草银弹也快见底了 就看明天跟反弹哪个先到 等一下 等一下 你的船票还在吗 市场对航运三雄寄予厚望 但是因为乌二之战的炮弹空袭 却也变成了神鬼骑航 不过超级航运舟要来咯 握紧你的船票 这集老牛要来获利 鼓励大解析 各位航海王 你准备好了吗 大家好 你今天报警了吗 我是老牛 欢迎你来到老牛夜夜Talk节目 有分析好工具 让你投资更有力 在开始之前先来按个赞吧 还要订阅打开小铃铛 股海老牛APP免费新功能 股票抽抽抽热 你有没有抽中呢 老牛手气叉从来没有抽中过 记得每周打开来看一下 有没有高报酬率的抽抽热可以玩 当然除了抽抽热之外 大家别忘了第四季财报已经陆续更新 锁定APP当中的Q4财报抢先看 搭配分数来排序 选出来的股票才会相对稳健哦 过去老牛从财报当中挖出不少好公司 例如圣群 当初介绍的时候只有八十几块 但是财报好和分数高 就代表了获利有跟着成长 股价会慢慢从谷底爬起 如今股价已经默默来到了三位数 报酬率也将近三成楼 股海老牛APP不一样 我们还会陆续更新对投资人有帮助的套件 不定期超进化 当然别忘了 订购前要记得领取终身七折优惠 拉回来拉回来 除了原物料及高值利率题材相对抗跌之外 尤其是航运股更成为吸金焦点 超级财报中准备登场 各位水手也都回来咯 老牛今天就来跟各位小伙伴聊聊 近期再度起航的航运三雄吧 市场预估航运三雄去年海赚超过5000亿元 创下史上最好的成绩 货柜航运吹起了高配席风 有望发出2000亿到2500亿元的现金鼓励 航运的成交量比重重到四成以上 也成为市场乐意的 高值利率题材概念股 市场也是相当期待 航运三雄的鼓励政策 接着老牛用三大重点 为大家继续往下检视 1.航运三雄同业比较 老牛就先带大家看 航运三雄在老牛模组的评分 目前长荣股票代号2603 在老牛模组评分 以及万海股票代号2615 都有到达70分的标准 只有杨明股票代号2603 分数最低不到70分的标准 你会发现分数从大到小 是万海第一 长荣第二 杨明第三 为什么万海大于长荣跟杨明呢 来细看这三家公司的评分区别 万海跟长荣都是价值力 及成长力满分的公司 但是主要的差异是 在防御力这一项差了2分 主要是以自由现金流的角度来看 万海在2018 2020年自由现金流皆为负数 所以被扣2分 但是长荣则是在 2014、2015、2016、2018 皆为负数 所以被扣了4分 虽然说杨明也是价值力 与成长力都拿到满分 但是相比之下 杨明有着连续10年发不出股力的黑历史 所以预估值利率只有0% 自然回馈力的分数就几乎都被扣光光了 股力是投资人的护城河 能配出股力的公司才是老牛比较偏爱的 这也说明了杨明是3D的原因 过去公司连配息都配不出来 相对风险较高 杨明在三雄的比较当中 敬赔末座 2.财报即将公布 货运承软龙头台华控股 是航运股配息的风向球 台华在8号公布去年财报 2021年全年度赚进3个股本 预计今年要配13元的现金股利 换算配息率刚好是4成左右 据了解 航运三雄也即将在下周陆续公布去年的财报 杨明、望海、长荣 大约都在14或15号召开董事会 相关的股力政策 未来展望都是市场瞩目焦点 航运业配发股力政策 一般来说也会参考业界标准 毕竟航运三雄去年预估海赚有5000亿元 法人预估合理的配发率若以4成来计算 现金股利上看2000亿元 目前市场预估长荣股利为18.2元 阳明为18.8元 万海则是17元 以目前的股价来看 几乎都冲上10%高值利率以上 甚至阳明还高达15% 仅供参考 仅供参考 3.2022年预估EPS 俄乌战火影响 油价飙破130元 而美国宣布禁止俄罗斯能源 各国可能陆续跟进 俄国威胁有可能造成油价进一步上涨 冲击到陆、海、空的运输业 不过此时 业者能否将油价的压力转嫁到燃油附加税上 运价是否跟涨则是观察的重点 运价如果能跟进调涨 则业者的获利至少保持获利成长的姿态 目前各家法人对航运股 给出一个模糊的预估EPS区间 2022年长荣预估EPS为40-68元 扬名为37-60元 旺海则是54-71元 虽然预估的区间很大 不过法人的相同看法都是获利成长 财报亮眼 高值利率、获利成长 成为这波航运股的亮点所在 但最后老牛还是要提醒 去年航运股打造出很多航海王、少年股神 但是过去也爆出了不少当冲违约交割的韭菜王 能靠航运股赚近上千万的朋友 都是顺势操作 并且要维持交易纪律的 而虽然短线当冲看起来很好赚 但是还是要小心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股海老牛每周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 我是股海老牛 我们下周四再见 拜拜